今天阿田在今天帮忙结束 有了最新的消息 这个何江中徐姓正范左线 仍然是通通交保 何江中50万 徐姓正维持25万 范左线提高到40万 目前三人都已经凑足了保释金 而交保的理由是 认为这三个人坦然面对案情 找不到串政的直接证据 所以三个人再度重获自由 何江中妻子听完最新裁定结果 三人全部交保 稍微松了一口气 前一分钟在庭上 他双手合十努力祈祷 能够换来好消息 听到结果后 匆匆不出法庭 立刻在绷紧神经 因为交保金还没有着落 有什么要去朝前了吗 君高院维持原本交保裁定 但是三人交保金有异动 何江中从原本30万 增加到50万元 徐姓正则是维持25万交保 范左线部分从20万 再增加20万元 这次40万交保 而范左线于聚保后 自行于假日返回案发单位 全程由吕布莲 辅老长陪同监管 未查有串政时据 军任已无羁押必要 找不到串政的实际证据 让三人再度逃过羁押命运 但军高院特别声明 范左线等人不准进入 五四两旅 也很开心就是何一婷能针对这个 鸡押的原因跟鸡押的必要性 详细的去审着之后认为还是没有必要 然后给予他交保的机会 我现在认为是鸡押是比较合理的 那律师你觉得今天改变这个结果的可能性大吗 我个人比较不乐观 洪家律师全程参与鸡押题 但还没裁定之前 就已经先料到结果 郭真现在让三人或两度交保 军检也将在五天内 再次提起抗高 串讯为台北桃园综合报道